李翘姿态从容地回眸看着洛宇 腿没断的话 去车上等我 你 别废话 洛宇犹豫再三 一步步后退 男人趁着李翘分神 猛地攥住了他的手腕 刚想将他钳住 却默得胸口一紧 别动 他字幕看着李翘 视线僵硬地下坠 一柄金色黄眼的沙漠之鹰 不偏不倚地 抵在了他的心口处 今晚 让我们走 或者 你们死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在南洋用枪 可能 是你惹不起的人 要试试吗 你会后悔的 这话 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让他们先走 你留下 你要干什么 少办 即便男人满心不甘 但为了活命 不得不挥手 让所有的手下撤离 三辆轿车归宿驶离原地后 手机交出来 你怎么 话未落 男人就看到李翘的食指 有扣板机的嫌疑 浑身一抖 只能不情不愿地 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他 李翘接过对方的手机 顺手放在了外套兜里 他手起刀落 那柄锋利的匕首 瞬间扎进了男人大腿处 回见 男人一脸问号 就完事了 捅伤他的大腿 说走就走 李翘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车上 副驾驶的洛宇 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仿佛很陌生 李翘将手里的匕首 随意地丢进洛宇怀中 也没看他 直接给南洋警署的局长干爹 打了通电话 全部安排妥当之后 李翘发动引擎 看着马路对面 瘸着一条腿 不停蹒跚前行的狼狈身影 不想失血过多而死 我劝你还是站着别动 男人还在前行的脚步 瞬间停了下来 他低头看着左腿 黑色的布料 已经被鲜血阴湿 连地面的脚印 都踏出了血痕 见对方被害住 李翘轻笑着 转眼就离开了河岸公路 二十分钟后 李翘开车 抵达人和实验室 坐 等我一下 不到五分钟 李翘从医用消毒柜里 取出托盘和各类外伤用品 衣服脱了 从始至终 李翘都冷静得 不像个二十二岁的姑娘 洛宇心里有很多疑问 他迟疑了几秒 忍着肩头的伤 缓缓将外套脱下 李翘拿着消毒棉 擦拭掉他肩头的血迹 伤口大约两公分左右 确实没伤及要害